400斤胖子研制出神奇减肥药 不用运动 无需节食 喝一口立刻能变瘦 你想拥有吗 今天虎将带来的电影是 《肥老教授》 大胖是个大学教授 他的课总是一片欢声笑语 不是因为他幽默 而是因为他太胖了 学生们只顾着嘲笑他 哪有心情听课 因为胖他还出过不少麻烦 有天下班回家 硕大的屁股帮他打开了实验室的门 5000只实验仓术逃了出去 害得学校闹了鼠灾 学生们被吓得四处逃窜 看看这个学生 估计从此对三明治都有阴影了 校长被气得嘴都歪了 损失惨重不说 学校的赞助人也被吓跑了 大胖只好立下军令状 下次研究成果展示 一定会搞定赞助人 原本生活这样也没什么 直到他遇见小美 小美长得漂亮 身材也好 还对大胖的研究项目很感兴趣 这么好的妹子 大胖自然是一见钟情了 心动不如行动 大胖当晚就来到了小美家 吱吱呜呜地问他想不想约会 小美爽快地答应了 为了配得上小美 大胖开始了突击减肥 一般的方法他试了 成了健身房里最辣眼的风景 不一般的方法他也是了 都可以代替刺猬了 但是减肥哪有这么容易呢 他还是带着一整块腹肌去约会了 一开始两人说说笑笑 氛围还挺好 可偏偏台上的脱口秀演员 发现了大胖这个宝贝素材 他口无折拦一直攻击大胖 连带着旁边的小美一起吐槽 观众被逗得哈哈大笑 大胖回了家就开始自暴自弃 把彩虹糖当水喝 这么吃肯定会出事 大胖被送进了急诊室 可没等医生开始治疗 他的身体突然开始膨胀 就像气球一样越变越大 变成一栋楼高的大胖在街上游荡 还不忘从别人家拿个鸡腿吃 要说这个吃法肠胃肯定不会好 说着大胖感受到了一阵屁意 他大屁股一撅放出一个惊天大屁 这味道肯定不一般 一个流浪汉点着了一根火柴 城市瞬间爆炸 就在这时大胖惊醒了 他气鼓鼓地来到实验室 喝下了还在测试阶段的减肥药 这药果然有效 大胖再照镜子时 已经是个又瘦又帅的小伙子了 人生从来没有这么美好过 大胖趁热打铁 给自己改了名字叫小胖 公款租了辆豪车 又去约小美看脱口秀 小胖这次可是来报仇的 他变瘦之后不仅口才了得 还风趣幽默 抢了演员的风头不说 还把他塞进了钢琴里 就在他要和小美进行下一步时 他的嘴突然肿了起来 糟糕 要笑要过了 小胖只好丢下小美一个人 溜之大吉 大胖沉迷变瘦后 帅气迷人的自己 不断喝药保持身材 久而久之 小胖居然分裂成了他 另一个人格 这天 小胖去三家成果展示会 他巧言善变 一张小嘴静说好听话 不仅赞助人满意的不得了 还同时撩到了三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小美可受不了他这么轻浮 认定了小胖是渣男 可小胖根本不在乎 他只想彻底得到这个身体 大胖意识到事情不好 冲到实验室 倒掉了所有的减肥药 没想到小胖还挺心急 提前换掉了大胖喝的饮料 他又出现了 霸占了大胖的身体 还想霸占大胖的研究成果 他谎称 减肥药是自己发明的 还打算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 没想到大胖的意识 这时醒了 两个人格开始争夺身体 大胖和小胖轮番出现 身体也变得奇形怪状 终于 大胖坚定的意志力 还是战胜了内心的虚荣心 他变回了那个400多斤的大胖子 也和小美诚恳地道了歉 本以为搞砸了一切 但善良的人总会有一个好结果 小美看着他这么真诚 不仅原谅了他 还对他更加心动 最后两个人在舞池里翩翩起舞 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美好的身材虽然令人向往 但是减肥还是适量运动最靠谱 在追求美好外表的同时 也别丢了善良的内心 我是虎将 祝点关注的大家瘦十斤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